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蘋果報》踢爆林鄭 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防疫工作報告 在這份工作報告裡 林鄭睹督建制派背部 以及踩行會成員的表現 到底那段話是怎樣說的呢? 他這樣寫的 令人失望的是 建制派並沒有與特區政府站在同一陣線 往往以選舉理由加入批評特區政府的行列 而個別建制派人士更加對行政長官作出人身攻擊 行會成員的表現也是強差人意 這段文字已經反映得很清楚 林鄭完全是一個光碧自用的人 自以為是 我在網路上又看到一個陰謀論 就說這份報告其實是中共流出來的 為什麼呢? 目的就是為了將建制派和林鄭 兩者之間撇清關係 我就解釋給大家聽 這個陰謀論是不成立的 而且那些觀點真的非常膚淺 林鄭月娥和建制派就是命運共同體 他們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 是不能夠憑著一份所謂的工作報告的流出 而可以把兩者抹開 這些人是搞錯了 首先這些人完全不明白 什麼叫行政會議呢? 行政會議的職能就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 而行政會議的非官首成員是資深的 每個月是獲得八萬三千零五十元 在這班所謂非官首的行會成員當中 有很多都是建制派的頭目人物 包括建制派的班長廖長江 民建聯作為立法會的第一大黨 他在行會裡有兩個成員 一個是葉國謙 一個是張國軍 自由黨有張宇仁 這個經民聯有林建峰 新民黨有葉劉淑儀 工聯會有王國健 說有這麼多的建制派在行政會議裡 是協助行政長官進行決策的話 這班人根本就是政府內閣的一部分 不能分開 這班行會成員所代表的政黨 在會外叫囂 例如民建聯 叫囂要全面封關 以及爭取派錢一萬 但是他們在行會裡的成員 究竟有沒有代表市民發聲 有沒有將這個訴求在行會裡提出 如果有 而行政長官依然是不接納的話 但是他們又繼續在思維素餐 繼續做他的行會成員 沒有辭職的話 其實就代表他是在附和林鄭 大家要先明白這個關係 不要說陰謀論是沒有質素的 只要那些一天代表建制派政黨的行政會議 如果非官首成員不辭職的話 他們這班建制派政黨一天就認同林鄭的施政 這是鐵一般事實 是不容否定的 我舉最簡單的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在2003年7月初的時候 時任的自由黨主席田北俊 就辭去了行政會議成員的職務 為什麼呢 他就說明了 是不同意23條立法 假如當時的董建華政府 一意孤行 要將23條交到立法會進行表決的話 他就會帶領自由黨那8票投反對票 這個時候 特區政府就馬上將23條無限期擱置了 這是很清晰的表態 如果一個行會成員 他在代表一個建制派的政黨 而這個政黨本身是對於某一個議題 他是有非常重大的執著 他是告訴你 他不同意你這個特區政府的所作所為 他是會辭職的 這樣才能夠撇清到關係 然後在2004年的時候 田北俊就在立法會選舉當中 拿到6萬多票大勝 至於這班現任的建制派行會成員 根本上他們就沒有這樣的自由意志 也沒有這樣的勇氣去辭職 所以怎麼能夠解讀 說林鄭和建制派可以撇清關係呢? 就憑這份工作報告 反而這份工作報告更加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林鄭和建制派的關係 物不可分才是 這些人不要解讀錯誤 搞錯了 搞陰謀論不要緊 不要搞到這樣混亂大龍的邏輯 混亂到極 還有這班建制派根本上 在會外叫囂的事情 全部都是吹水的 包括要求全面封關和派錢一萬元 就是民建聯的主張 但是他有兩個行會成員在裡頭 竟然是完全影響不到林鄭的施政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仍然是不去辭職的話 你就最終都是附和著林鄭的決策 對吧? 你就是附和著他 不然你就已經辭職了 好像當年田北俊那樣 但是你這班建制派是不會辭職的 根本上是責無旁貸 就是助就為虐的幫兇 所以不要再想說撇清得到關係 而且這份工作報告提及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段落 就是疫情和選舉之間的關係 那個報告是這樣寫的 他懇請中央能夠繼續協助特區政府 解決以下兩個迫切的問題 第一就是口罩供應 第二就是滯留在湖北省的香港人回香港 他就說 如果這兩個工作在中央支持之下 得以順利落實 既可挽回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亦都被香港市民感受到 在一國兩制之下 中央對港人的親切關懷 相信是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之前 一個難得可扭轉形勢的契機 特區政府將揭進所能不負所託 令疫情和選情都有望能夠轉危危機 就已經說明得非常清楚 特區政府是有意幫建制派的選情來拉台 那怎會說這份東西 是中共流出來 就要撇清兩者之間的關係 這些什麼陰謀論是很廢 不要經常掃出陰謀論 你看清楚文本怎樣寫 而且這份報告應該是向美國國會提交一份副本 這個根本就是蠶食一國兩制 這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說得很清楚 哪些人蠶食一國兩制的話 就應該予以制裁 這些人就應該予以制裁 本來是特區政府自治範圍裡面的事情 你就不去做 包括全面封關 你就有權不用 而且在報告中還向中央解釋 為什麼你不去做 這是拆鞋的表現 至於你說 將疫情和選舉掛勾 這些擺明就是蠶食一國兩制 你叫中央出手 就可以幫助建制派的選情 他這個報告是這樣寫 實際上的操作能不能成功 像他那樣的如意算盤打響 不知道 但至少他的理念是這樣 他的意向是這樣 一定要向美國政府 要向美國國會提交這份報告的副本 而且總總跡象顯示 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 都是高度重視9月的立法會選舉 不管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的發言 或者是林鄭的這份工作報告也好 分別都有提述到9月的立法會選舉 所以9月的立法會選舉目標 一定要拼過半才行 如果過不到半的話 真是浪費 現在有些風聲 整天跑出來說 就在吹風向 就說什麼呢 大家千萬不要進攻 搶功功能界別的議席 否則就會誤導美國 使得別人誤會 說香港人非常樂意 去參加功能界別的選舉 其實不是想爭取立法會的普選 大家不用聽這些廢人妖言惑眾 這群人完全是帶風向 他們在迷惑一些 根本就是一股熱血的年輕人 他們說這些全部都是廢 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一定要立法會拼過半才有用 一旦拼過半的話 就可以使得政府的所有議案 比如說國歌法也好 23條也好 財政預算案也好 過半數的人就可以否決 所以拼過半一定是很重要的事 而且在今次的立法會選舉當中 絕對是切實可行 因為有很多的界別選民 根本上的登記資格就是 原來的門檻不是那麼高 我上次有說過 這個進出口界 本來長期以來都是建制派的狼中物 原來只要香港市民 你開一間公司 再去香港海關 申請一張出入口的牌照 1320元 就可以登記成為這個界別 成為這個選民 進出口界 根本上有很多方法 可以成為功能界別的選民 而且有些人不知道 在香港的立法會選舉當中 一般來說就是一人兩票 地區直選一票 功能界別一票 有些人就是專業界別 比如說教師就去教育界 登記了 一般市民就去區議會 括弧第二的界別 其實是一人最多可以三票 第三票從何而來 就是組織或公司的授權票 授權給一個人來投 所以最多是一人三票 在功能界別的情況下 就可以有兩票 一票就是你本身的界別 作為你個人來投票的那一票 另一個就是所謂授權票 在一人三票的情況下 以黃絲佔多的情況下 根本上就是佔盡優勢 怎會說不可行呢 就算這個不是普選的制度也好 大家仍然是要爭取一個最大的勝算 仍然是要爭取最大的議席 而且這班吹風向的人先頭都已經說 要投白票在區議會選舉當中 是不是 如果投白票就飲行 有很多區域 根本上輸得的是十多票 甚至乎是個位數的票數 喂 你這個輸是輸四年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受到這班 粉搶的迷惑 它純粹在帶風向 總之大家就揭盡所能 一定要在九月的立法會選舉當中出來投票 好了這一節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